大半夜銀色休旅車 後頭跟著一台小貨車 一前一後往海邊的小路開過去 但他們居然是去偷到垃圾 海邊防風林滿滿都是垃圾 堆得比人還要高 有裝潢後的廢幕板 甚至還有衣櫃 讓當地里長巡邏經過時 大吃一驚 被人偷到垃圾的地方 就位在新竹竹北地區的 海邊防風林 警方火爆後 調閱沿線監視器 以車追人 發現偷到垃圾的 竟然是海巡署北區巡防局 第八暗巡總隊的林姓忠孝主任 林姓忠孝到案後 便稱因為家裡拆掉舊裝潢 一時找不到地方放 只好先倒在沒有人的竹北海邊 打算兩三天後再去移走 負責執法的海巡署幹部帶頭違法 當地居民痛批太誇張 而林姓忠孝除了得負擔兩萬多元的清除費用 也被依違反森林法移送法斑 記者和孟謙廷料一致新竹報導 某種維碟 詞曲 後來 這個